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早期的華人相當悲慘 司法制度裡面充滿著不平等、不人道 隨著社會的演變 司法制度是走向人道主義 十九世紀後期 由伍廷邦顯尼斯帶動的法制改革 司法體制慢慢吹向人道主義 這個放置在維多利亞公園的銅像 是香港政府在1887年 為了慶祝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五十周年而訂造的 銅像本來是放置在中環新田海區的中央廣場的核心位置 而最高法院就促立在女王像的旁邊 象徵法治和管治同樣至高無上 英國人為了展示管治的威信 不惜工本興建這座新古典主義建築 兩個建築師 一個就是阿Bell 一個就是阿Web 就是英國很出名的建築師 因為我們知道 譬如說 英國維多利亞爾拔博物館 以至到白金漢宮部分的建築物 都是他們設計的 非常宏偉 而且頂上有一個司法女神的象 無論是高度和頂上的所有裝飾 都是跟所謂的法律有關 所以成座建築物是能夠真的體驗到 司法上的無上權威 高等法院這個司法機關 早在1844年已經成立 案件審理就是在當年的天地洋行進行 高等法院的作用 是比英國人可以在香港 行使他們在華的治外法權 不過這個司法機關 就經常包庇在中國犯罪的英國人 1852年的英國海盜分頓重罪輕盤 就引起了葡萄牙政府極度不滿 還主動提供案發的目擊人士出庭作證 要求重審 他在東南沿海經常打劫那些雙船 其中一次打劫了葡萄牙的雙船 殺了上面的人員 不要動啊不要動啊快動開槍啊不要動啊 打死你再動啊你 輾轉就經過清國交給香港處理 香港政府當時在法庭上審理這宗案 結果最後是輕判汪洋大盜 同樣地有一個華人持刀商人 就判15年的徒刑 跟著呢流放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一個差異來的 船堅砲離地進來香港的時候 當時英國的考慮點是商業利益 多於說長遠去管治香港的 當他們插了旗 成為遠東的一個基地 他始終要想他們怎樣去管治 而在這個地方裏面 英國人是少數的 98%以上的人是中國人 一個外國人不懂中文 而要將一個外國文化 一個外國制度擺進來 絕對不容易 以英照大清規矩主治居民 1843年二律就是有一個公告 就說中國人還中國人管 外國人還外國人管 其實這套東西是行不通的 所以其實外交部已經立刻就說 我們不用這一套東西 而1843年跟著我們通過了立法會 立法會的其中第六號條例 它通過第六條法律 已經界定了什麼是香港法律 香港法律就是以英國法律為依歸 除非因為文化的原因不適用於香港 英國絕對不會容許 他們在香港的管治威信受到動搖 但是為了安撫本地的華人 對某些中國人的習俗 就採取容忍的態度 我們一直都有所謂大清律例 跟著清朝的制度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婚姻制度 除了合法妻子之外 妾侍也是合法的 一直到1970年才把這件事改變 華人除了證實之外 亦都可以納妾 而英國的法律 就不容許非華人有這樣的權利 英國人本來以為 讓華人保留部分風俗習慣 大家就可以相安無時 讓他們可以無後顧之憂 保住通過香港 前往中國經商的種種利益和特權 但是英國人很快就發現這個魚翼算盤是打不響的 一方面要保住他們英國人高高在上的地位 而另一方面又要管治香港這個龍蛇混雜的地方 香港一點都不容易 有一個說法就是 所有廣州的垃圾都出來了香港 甚至有不少應該是黑社會的人 因為香港當時的黑社會是非常猖獗的 所以面對這樣的問題來講 就是香港政府當時在司法上都頗嚴重的 例如癡刑 就是用所謂九尾鞭打 那件事是很傷的 當時其實也有爭議性的 九尾鞭是由九條打裂的棉繩組成 用來扯開犯人的皮肉 令人痛不欲生 在華人身上施行的那些刑罰 我們今天聽起來當然是很離譜 但是那些華人大部分都是在清國走下來的 大清帝國的範圍裡面 其實都是會面對同一個問題的 因為要維持社會的治安 所以用了相當多刑罰 部分就是英國法例容許的 包括是癡刑和死刑 英國人一方面指責中國律法野蠻殘酷 還以這個為理據去獲取治外法權 保障自己的利益 但是另一方面又在香港用他們所謂 就是野蠻殘酷的中國律法 來去懲治華人 扣上木家、鞭癡這些自亂世用的重點 更是公開進行以收警客之勇 有記錄就說坐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因為牢倉裡面的衛生條件很差 上了枷鎖就迫在一起 不少人就只坐牢也坐到終身殘廢 1886至1890這五年間 當時香港人口不足二十萬 每年被判罪的人數 竟然超過一萬人 鑑倉的擠逼情況可想而知 香港開埠初期同樣是死罪 如果罪犯是歐洲人的話 就會按照英國的法律被判還手死刑 如果是華人的話 就會根據大清律例被判斬頭 香港警隊還會將那些在中國境內被捕的海盜 交給九龍城寨的蜻蜓代表公開處決 在廣島住的市民 還會坐船來觀看行刑的過程 雖然當時香港囚犯被判死刑的比率 是英國的五十倍 但是仍然改善不到香港的治安問題 你看看1843年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 包括譬如委任港督 我們成立立法會 成立行政會議 其實他管治的模式是有在的 所以你說他沒有長遠的確也不是 但是你說他會遇到多少個問題 我想任何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 都可能先進一步走一步 港英當局早在1841年 就在中環建造了第一座監獄 還在旁邊興建裁判司署和警署組成一個司法中心 一來可以強化殖民管治 二來可以勉強應付當時管治人手嚴重不足的情況 2006年完成了他的歷史任務 以中央警署建築群之名進行活化 這次我們活化計劃 我們除了原汁原味地把整個建築群的獨特性 以及建築文物的價值可以帶出來 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犯了事就會被人拘捕 拘捕了就會來了警署 然後就會送到法院審理 如果你定罪的話 旁邊其實就是監獄 執法、司法和懲教的三個功能 都在同一個地方 其實在這個區域裡面是很少有的 香港開放初期 這三樣東西都是一個人管的 第一個就叫做Kane 今天堅島的阿堅 就是第一任的裁判司 他就管警察和監獄 就變得很方便了 香港開放初期 法院的判案不公 經常惹人救病 就連當年的英國泰晤士報都看不過眼 指出香港高等法院 是東方的最大功害 一些帶有歧視性的措施 去處理法庭的案件 就引起了英國國會 社會上的人的關注 因此在這種壓力下 香港的法制也要慢慢改善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越來越多華人在這裡賺錢 地位是越來越顯赫 華人立的稅 比起英國或者歐裔的 已經是多了很多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 香港開放早期的法制 是一路一路改變的 1880年 香港開放整四十年 才出現第一位華人進身定例局 即是立法會的前身 而這個打破華人不准參政局面的人物 就是伍廷方 聖寶羅孫畢業的學生 簡單來說 英文是個人一等的 不准參考 憑著這個條件 伍廷方選了 在秦美府裏面做過一些翻譯 後來他就立志要讀法律 當時讀法律只能在英國讀 伍廷方在英國的林肯法學院 攻讀法律 並成為第一個取得執業律師資格的華人 回港期間 在船上認識了來港就職的港督 憲尼斯 因為憲尼斯本身是一個人道主義的總督 特別是注意到 香港法制上的不平等部分 所以伍廷方就趁這個機會提出 虛除香港法例之中 不人道的刑法 禁止買賣兒童 開放大會堂 給華人進入圖書館和博物館 謀求在法律面前 華人和非華人平等的對待 這個為後來香港的很多法例的改善 進展帶來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 做了兩年非官首議員 伍廷方離港北上 成為李鴻章的幕僚 曾經參與1895年馬關條約的商議 之後清廷更委派他負責外交的工作 其間亦出任法律修訂大臣 在清末時期的法律改革方面作出貢獻 例如建立陪審員和律師制度 推動在法典裡加入人道主義 建議廢除凌遲、律師等酷刑 他本身的專業 再加上他在香港操作過法律制定的工作 對他後來在大清國推動法律改革 有很大的幫助 可以這麼說 清朝最後那個時期所進行的法律改革 其實源頭是來自香港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 伍廷方出任南京臨時政府的司法總長 後來在黎元洪擔任總統期間出任外交總長 面對當時國家四分五裂 伍廷方深深體會到要推行法治 才要統一國家 所以後來就應孫中山的號召 南下廣州投身革命事業 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 而他就出任外交部部長 本來可以再次發揮他的法律專長和外交經驗 不過當時年時已高的伍廷方 身體狀況大不如前 時勢的問題 大致無法在中國的政局內伸張 可以這麼說是屈不宜中 和孫中山共事一年後 伍廷方在廣州病逝 並葬在廣州月秀公園裡 孫中山為他讚寫悲鳴 紀念這個在香港成長的法律專才一生的公職 而由英國人直根在香港的司法制度 經過大半個世紀的演進 亦都已經進入一個成熟的階段 英國殖民地主義最大的貢獻 其實就是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引入了普通法制度 每一個人可能在整個司法訴訟程序裡 你可以有兩次的上訴 而三級制就保證了整個司法制度 在一些人為的創入面 盡量減到最低 在1931年6月6日的清晨 英國秘密警察和香港警方 已經在九龍土瓜灣埋伏了三個星期 等待時機去捕捕一個法國政府恨之入骨 並且已經被判了死刑的人物 這個三十六歲, 身高不夠五呎的男子 被捕的時候自認是中國人 自稱宋文初 宋文初 宋文初 當時就在土家環的譚公道 就和一班同志一起 成立了越南的共產黨 這個消息很快就已經傳到 去越南政府的議裡 當時的越南是由法國管治的 法國人就通知了英國政府 英國政府就派警察去到土家環 抓了宋文初 警方在沒有出事拘捕令的情況之下 就進屋裡抓人 連同胡志明一起被捕的 還有一個十六歲 叫做李三的女孩子 胡志明被捕之後 先是被拘禁在警署的拘留所裡面 而警方在一個星期之後 先發出拘捕令 將他轉送去維多利監獄 準備將他引渡回越南 交給法國政府處置 如果按照這個安排的話 胡志明當然難免一死 幸好得到一個在香港執業的 英國事務律師拔刀相助 有一個英國的律師叫羅士比 仗義地為胡志明辯護 希望將他遞介到一個中立的地方 但這個公司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由1931年到1933年 最後甚至是要去到英國的書物院 才有最終的判決 書物院判決了 就說監禁他 或者逮捕他是不合法的 就釋放了他 這個其實看到香港的司法制度 是有效地運作 直到今天 其實人身保護令 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程序 去保護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 所以可以說是我們制度上一個成功的地方 才令到他當日可以離開 不會被非法禁錮 為了要令法國方面放鬆對胡志明的監控 羅士比一方面散佈胡志明已經在香港監獄病逝的消息 另一方面就安排律師留一名華籍僱員陪伴著胡志明 在香港政府的秘密安排之下 坐小艇出宮海 登上安徽號輪船前往廈門 他也想要去美國 宋慶寧當年聽到這個消息 立刻去廈門接了胡志明 並且將他送去莫斯科 開始他人生另外一個階段 這個可以說是將來成為國父的歷程裏面 相當光輝的一個片段 逃過這一劫 真是跟香港那個英式的司法制度 是比較公正的 真是有直接的關係 這個曾經在香港成為街下囚的年輕人 十二年之後 帶領越南出離法國的殖民管治 在1945年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 而香港在半個世紀之後 也脫離英國的殖民管治 香港的司法制度 經過了百多年的發展 其實都有一個相當穩固的基石 尤其是在我們的司法獨立 在我們的程序方面 公義我們都做得很好 而1997年之後 我們就將向英國上訴的 作為宗審的權力移到香港 所以由1997年之後 其實宗審法院就留在香港 香港中審法院的所在地 前身是法國外方全道會大樓 而在2015年 中審法院就會搬去前立法會大樓 這座地位超延的建築 將會繼續 在香港法律制度的發展過程中 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字幕by索濟